为在三明区的高泰社区理事长刘高殿 长期投入社区经营成绩减助 不仅屡次获得内政部颁发的治安防治奖牌 更吸引了大陆人士慕名而来 想知道刘理事长更多的社区经营秘诀 请锁定1月12号每周四晚间9点首播的 公立后离仔 一台红色游览车进入到三明区高泰社区 收到理事长刘高殿热情欢迎 原来是远从大陆安徽省的参访团 从网路上得知高泰社区营造社区治安相当有一套 便与理事长联系促成了这次的交流机会 大陆来的这些人士 他们就说哎呀你们在台湾 这个一个是手法 第二个就是也不会乱丢垃圾 尤其MV库看不到一个MT 他们我们还跟他讲 我们这个禁止这个禁烟一个标志 还有防暴的标志啊 这个我们都是有在宣导的 让这些机敏能够记在心里 投入社区经营多年的刘理事长 对于能够将长期累积的经验传承 分享感到相当开心 目前我们是 主要的工作就是传承 经验传承 扮演这个大所 全小所的一个角色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全国各地的这个社区 能够一起带起来 让他们的成果能够有回房的成果 另外高泰社区在各个重要路口 接设有广播器消防器材与监视系统 刘理事长表示 这些都是营造安全社区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 我们在94年就 我们自己花了72万的经费 去装了32支的摄影机的一个主机 那后来我们是捐给这个警察局 因为这个维修经费 我们真的有时候负担不起 这个我们就捐给警察局 那目前已经到80支的一个摄影机 等于密密麻麻 正是刘理事长不长思 乐于分享的精神 才逐步带领高泰社区 往幸福移居的乐活社区迈进 还有更多关于高泰社区的经营秘诀 都在1月12晚间9点首播的功利 港督新闻综合报导